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1F的练习题 好,第一题Q点在线段AB处 QA等于两个AB 这一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AB乘以2才等于QA 而如果你要AB这么长 你乘以2应该就更长 没有理由QA是在这么短 所以我相信这个Q应该是外分的 在很外面的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你想说老师不好 我很难想象 那如果你很难想象很简单 你把这个AB乘以2 对不对 AB拉过来 你就会得到QA比上AB 等于2比上E 你再分母比乎一个E 也就是说你的AB 你搭AB当作是E 你的QA的长度会是2 所以你想象那个QA是不是更加长 QA其实很长 所以在这边我们的Landa是讲 我们的Landa是AQ比上QB的对吧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这里是B这里是2 应该就是1比1的意思 QAQ就会是2 QB就是负1 所以这边应该是得到负2 哎不对哦 不对哦 再看一下啊 因为他给我的答案是负3分之2 QA AB处 QA 因为他不是QO 他不是AQ 他是QA哦 是不是说他有一个方向性啊 哦 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话QA跟AQ 如果他有啊方向性的话呢 就是说我的QA 但是Q在这一边哦 对吧 Q在这一边哦 啊 QA 是AB的两倍 啊 哇 就就就就 QAB的两倍 所以这里 这里如果AB当作是1 这里就当作是2 OK 所以我们的比例来讲呢 AQ 比上QB哦 哦 这样子看到又不同了 AQ因为到头走 我们是负2 QA呢 就变成2加1呢 是得到3 啊 所以会得到负3分之2 他也是外分 他也是外分 只是说这个外分呢 他会在A那一端 那你就得到一个小于E的啊 小于E的情形 刚才像刚才那个呢 是在B的那一端的话呢 你会得到 啊 大于E 啊 会得到 就是说那个数字啊 我们只是看数字的话呢 他会大于E 啊 你会得到一个2 啊 总之外分的一通有一个负的 啊 外分一通负 然后啊 这个内分的话呢 就一定是正 好吧 OK 好 好 说这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负 好 三分之二 再来看第二题啊 PQR 分别在 呃 线段A B上的三个四分点 三 三个四等分点 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了 哦 分别求 A B 所成的 难打 那你可以讲说 他的 例来讲啊 所以你每一个线段的 同样的长度 你就当作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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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如果我是 P点的 那个 难打的话 如果是以P点的难打 他他就是 A P比上PB 那A P是1 PB是3 那他就会得到三分之一了 啊 那如果是Q的话呢 呃 他就是A Q A Q比上QB A Q是两两个的长度 QB也是两个的长度 你就会得到二 二跟二越点就会得到1 OK 所以第三个情形呢 就是AR 比上RB AR是3 RB是1 所以就会得到3 所以他这三个等分点啊 一个P 会得到三分之一 那个Q就会得到1 这个R呢 就会得到3 OK 这样子来做 呃 等分点 你是搞懂了 只是难打的话呢 我们的难打呢 就是说 我们会以P点 呃 作为这个分点的话 你就是用A P比上PB 这个才是我们的难打 OK 那再看一下这个啊 以至A跟B 的点 都给了你 P点是内分A B 乘二分之三 那你可以 这个二分之三 基本上啊 基本上它就是难打 来 基本上就是难打 然后呢 P点的话呢 我们直接套那个公式 那个难打要乘哪里 乘后面的 乘那个终点的 好 所以我们的二分之三呢 是要乘以复二 OK 然后呢 呃 起点呢 是不用乘的 乘一就可以了 乘一 OK 8乘一 分母的话呢 就是难打加一 难打加一 难打是二分之三 再加一 alright so 这一边的话呢 你可以越掉 所以是负三 8减三 就会得到五 对吧 这个是五 然后呢 这个是二分之二 加二分之三 就是二分之五 所以你的五越掉 二拉上去 这个呢 会得到二 OK 这个会得到二 哎 还是说 然后呢 给这边 我们的难打 乘上 负九 OK 然后呢 一乘上这个一 前面起点 然后呢 分母是二分之三 加一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个 给这个月步道 我 这月步道啊 那这个是 九三 二十七 负二十七 这个如果是二分之二 你就会得到负二分之二十五 对吧 应该负二分 二分之二十七 这个是二分之二 负二十七 加二 就是负二十 二十五了 那分母的话呢 刚才我们说到了 还是二分之五了 那二月减 五月减 我们就会得到负五 这个会得到负五 所以这个批点啊 是二负五啊 啊 二负五 OK 啊 这个是批点 这样子 那这个外分呢 我一看到外分 我一个负给他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这边的烂打是负二分之三 OK 烂打是负二分之三 再来的就是 我们其实可以不用画图 这个里科班的方法有什么好处呢 你科班 你会发现到里科班的方法呢 我们不用画图了 啊 里科班的方法就画图了 文科班的方法呢 我们还要画图啊 看下哪一个呢 跟哪一个比对吧 啊 内分跟外分就不一样的情形 然后呢 你要进行分析 但是里科班的方式来讲呢 哇 你一看到外分你就補一个负点啊 然后呢 那这个是烂打 烂打一定是不定时成后面的值 烂打负二分之三 成后面的这个负二 然后呢 再加上八 再除以二一 减去二分之三 一减去二分之三 就是二分之五的了 哎 应该是负二分之一而已啊 对吧 然后这个负负得正二二月掉八加三 等于十一 OK 这个情形啊 负二分之一 再分母 分母的分母可以拉上去分子 所以是十一乘二 十一乘二 然后有一个负 这个是负二十二 OK 负二十二 这一个也是一样 负二分之三 乘以负九 再加上前面的这个一 然后呢 一减 加上这个负二分之一 然后我看再做着一个步骤吧 负负得正 九三二十七 二十七加二呢 等于二十九 所以它分子呢 应该是做到二分之二十九 分母刚才啊 就得到负二分之一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可以越掉 负拉上去 所以得到负二十九 所以我的Q点呢 就是负二十二 负二十九了 OK 没有问题 确定是正确的 确定是正确的 哎 第四题 A B 然后呢 P在A B上 且 A P 等于 两个PB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把那个PB给拉枪了 对啊 我们是可以这样子做啊 然后就得到二 换句话 我们烂打就是二吧 如果我烂打二二 我的二二要乘哪里啊 二要乘负面 二要乘以二 然后呢 十一的这个呢 是起点 起点是乘一的 起点是乘一的 然后呢 下面呢 就是二加一二 所以是三 这个没有错 只是说这一边呢 就是二二四 四加十一 等于十五 十五除以三 就得到五 这个应该是五 好 然后Y的部分的话呢 六 四乘以二 加上一 再乘以一 六二十二 加一 十三 糟糕 十三除以三 这个就没办法越了 OK so so 这个如果我换成 带分数的话 四三十二 又三分之一 所以我的这个批点呢 是五 多号四又三分之一 这个就正确了 好像哪里错了 就是乘错了 乘错那个 然后这个图也不要这样子画 我们的批点是在线上的 你不要这样拉出来 好像很奇怪的 它是在线上面的 线上面 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的是 当我们用理科班的方法 我们只需要判断 那个烂打是多少 然后说内 内分还是外分 外分就有一个负给它 那你会发现到呢 这个烂打都是 一定乘以B的 乘以它的这个 我们叫什么 呃 终点啊 烂打都是乘以终点的 然后呢 你就发现到说 哎 好像感觉上都不需要再画图了 好 理科班的方式就不用画图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五题啊 A B A B P点在A B上 呃 然后呢 有这个 A P比的 那如果这个你不会处理的 很简单啊 你PB给它拉下来 好 3拉过去对面 所以呢 所以呢 它其实是得到 A P比上PB 是等于 2 比上3 哦 也就是烂打是 3分之2 OK 烂打是3分之2 但是我看一下 中生呢 好像做了什么的 他好像是做了 呃 叫什么名啊 他好像是用了文商班的一个方法 既然用文商班的方法 好我又看一下 我又画一下那个图了哈 OK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画一个图看看对不对 然后A P是2 所以这里是2 这里是3 这个P点的话呢 3乘以3 加上2乘以13 对吗 好像不对 好像倒转吧 所以3乘以3 OK 13的话呢 是2 好 也是对掉了 然后呢 2乘以7 啊 2乘以7 这个是3乘以2 好 所以这边的话呢 如果是339 2 2乘13是等于26 26加9的话呢 是35 26加9 35 35除以5是等于7 OK 35除以2 326 724 14加6等于20 20 这个也是5还是吧 20除以5是等于4 OK 所以P点呢 应该是7 P点应该是7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烂打的方式 烂打是等于3分之2 也是可以啊 做到的 如果用理科班的方式 我们是用烂打的 如果文科班的方式呢 我们是用两个比例 OK 除以两个相加的 再分 OK 那第六题我们看一下啊 HK内分43 与负2 负3 负7 乘2比3 那 Austin的做法来讲呢 他把43 在这边 呃 他内分这个 为2比3 也就是说 这边是2 这边是3 对吧 然后呢 既然用画图的方式 应该是用五文科班的方式啦 那他用3乘4 加上2乘3 再除以3加2等于5 没有问题 326 4312 12减6等于6 所以是5分之6 OK 5分之6是 1u5分之1啦 他后面给的答案 是H等于1u5分之1 然后K的话呢 是3乘3 加上2乘7 339 724 负14 9减14呢 会得到 9减14 会得到 呃 负5 所以负5 除以5呢 又得到负1 啊 所以可以等于负1 OK 啊 这个也算正确啦 正确 那 你可以也是可以的哈 说这个是起点 这是终点 你的烂打用2三分之2 应该也是可以得到 没有答案啦 OK 所以如果有兴趣 可以可以用理科班的方式 啊 再去做一遍 第七题 四色A B 分别是 1-2 还有-53 Raw Q点是外分 A B 2 比1 他的2是什么呢 他的2是AQ 你知道吗 AQ是2 BQ是1 所以应该是1比1去了 啊 AQ是2 BQ是1 这样A B 应该是1来的 alright 所以这个 应该是答案很奇怪 应该是做错了 啊 因为是这里的关系 你要知道2比1的意思哈 是Q到A是2 Q到B是1 啊 这样子的意思啦 那 那 那我要修正吗 我会有的就慢慢修正 如果这是X 啊 1乘X 除以2 OK 除以2 所以2乘上去 这个是2 2乘上去是等于-10 减1 等于-11 OK -11 所以-11 过后呢 这个也是没有2 这个也是2 这个也是2 所以3 2 6 6 6加2 6加2等于8 就是2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直接是8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11 8 给-11 8 就是错在这个位置吧 啊 错在这个位置吧 OK OK Again 这个方法就是文科班的方式 OK 所以理论上来讲啊 理论上来讲啊 两个方法都可以起到的 啊 所以也没有必要说很执着说 我一定要用理科班的方式 其实并没有 OK 你可以用文科班的方式 总之解到答案就可以了 OK 我 我是很 我是很开明的 两个方法都可以 一个线段的两关 分别是A跟B 然后呢 现在呢 AB 分成了三个等分 就是三个等分点的 坐标 2比1 1比2 so 感觉上呢 这个Cavin是用了 第一次是2比1 一个第二次是1比2 的一个做法 说这个是7嘛 这是1 然后呢 一个是2比1 一个是1比2 然后呢 除以3 这个也是一样 一个是6 一个是3 第一次是2比1 第二次是1比2 所以分别算出来的 其中一个点呢 是53 然后其中一个点是53 我找一下有没有 实际是53 还有30 very good 继续也是 就是这个两个点 然后呢 这个方式呢 也是用文科班的方式了 然后没有问题了 啊 找到就给了 好第9题 我们来看一下 是证明这三条 三个点是在同一条纸线上 并求 并求B点 B点的分线 诶 分线段 AC 所成的内分比 当它形成所谓的什么 内分比啊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难打 OK P 诶 内分比 我意思是内分比 B点 分线段 AC 哦 就是说这里是A 这个是C 然后呢 我们以B作为这个分点 请问它的这个内分比是什么 它的内分比呢 我们就叫做AB比上B C 好 就是这个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了 OK 那怎么算 呃 我们怎样晓得呢 你可以说用那个套公式的方法吗 我们假设说这个负义怎样找到 这个负义呢 是呃 浪打乘上 成上终点 加上这个 再处以一加浪打 对吧 一加浪打 好如果我乘上去就 负1-浪打 等于5浪打-3 这个拉过去 得到6浪打 这个拉过来 3-1 得到2 那我们浪打呢 就会找到1-3 好 应该就是你要的答案了 那我这一边呢 是没有去做Y 我就做 其实只是做X或者是做Y 就够了 然后我们不需要两边都做 应该都可以找到1-3 OK 所以这个就是找它内分比的一个方式 问题来了 我其实在前面呢 要取证这三个点是在同一条直线 怎样知道 怎样去证明这三个点在同一条直线呢 它有几种方式 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方式呢 你可以用斜率 就是AB的斜率跟BC的斜率 你会发现到算出来是一样的 然后呢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点 他们有共同经过B点 那这个ABC点呢 就是一个直线 啊 就是一条直线 这个是其中一个方法 不过我们还没有教这个 我们还没有教学这个 OK so 你可以用文科班的方式的话 我们是用算那个面积的韩节 我们可以算面积 算面积 然后呢 得到面积为0 也是一个方式 alright 那这个我就不做了 我要要要 需要做吗 啊 啊 alright so如果要做的话呢 3 7 -14 5 -5 然后呢 再重复一遍-37 这两个相乘 -12 这两个相乘 加上5 这两个相乘 7 5 35 这两个 直到负7 我再补一个负 就变成加7 这两个 5 是20 减20 5 35 减15 那这个35等于负20减15 然后7加5等于12 然后我们有约掉 所以这个面积是等于0 ok so这个用面积的方式的确是找到0 alright 再来看第10题 PQR贡献 还要求证贡献 so你也是可以用啊 刚才我们用面积的方式 好 我们尝试下也是用面积的方式了 10-7 6-15 还有18-9 再来多一次10-7 这两个相乘得到-150 9-6-54 这两个相乘7-8-56 7-1-7 加5等于12 126 这两个相乘7-6-42 它是负的变成正 啊 15乘18 我们按计算机了哈 15乘18 它是负的 然后呢 这边变成正了 所以是加270 这两个相乘 应该是得到-90 然后我们应该啊 要得到0的 我们算一下-150 15 加上54 减去-126 加上42 加上270 减去90 OK 好 完美得到0 OK 这个就是算是哈 一个证明了 证明它是三条 三个点是在同一条线上 那它现在要问你了 Q点呢 它分线段 P R R P R 的一个外分的比 我也不用管它这么多 反正呢 它的外分比 的算法哈 我这一个6 我们用 我们用这个 X就够了 这个6 怎样算出来 我们的烂打乘上终点 也就是18 18烂打 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起点 这个10 再除以多少呢 除以烂打加1 如果我烂打加1 乘过去呢 就是6烂打 加6 等于18烂打 加10 有没有 那这个6 拉过来 18-6 等于12烂打 这个10拿过去 减 6-10 等于-4 所以我们就可以算到 烂打呢 就等于4 除以12 越减的话呢 就会得到 好像剩3了 OK -1 1分 1分 所以是-1分 1分 所以是-1分 1分 第10题 3分 1分 就这样简单 好 OK so 再来看第12题 第12题 一条直线 P P是26 经过P 起于X轴跟Y轴 交予点A跟B 若P 内分AB 为3比2 这里 P 内分AB 是代表 PA 是3 P B是2 PA 是3 P B是2 OK 然后呢 它要你导入B 那你可以看到说 2乘以A 加上3乘以0 所以3加2是5 会等于这个2 对吧 210 好 这个30就去掉 10 除以2 就会等于5 我们就找了A等于5了 过后呢 3乘以B 得到3B 2乘以0 然后呢 除以5 会得到这个6 6 5就30 OK 30就等于这个去掉了 2乘以0 3B 3B 就30除以3 就得到10 我们的B 就找到了这10 alright 好 再看一下第10地题 1至C B C点跟D点给了你 Q Y分CD CQ 比上QE 等于 CQ比上QD等于3 3比4 这边的QC CQ CQ 比上QD 它可能没有一个方向性 好 所以呢 这边呢 只告诉你说CQ 比上QD等于3 3比4来讲呢 呃 Landa呢 就是-3 好 这个不是Landa 这个是 好 因为它是Y分 它还没有负 啊 它没有写负出来 所以Landa呢 你自己要补一个负给它-4 呃 4分之3 所以Q的坐标怎样算呢 5k 呃 我 是 终身为什么会算到7 我觉得没有可能算到7 因为你是Y分的话呢 你的比例最多是4 OK 所以这边答案错了 嗯 OK 所以我用呢 我的方法了 啊 那我的C D 我的D是终点啊 所以我的终点啊 我的Q的坐标怎样看呢 就是-4分之3 乘上这个终点2A 啊 加上这个A 除以多少呢 除以这个-4分之3 再加上1 后面也是一样的东西 对吧 后面也是一样的东西 -4分之3 要乘以终点 这个B 再加上这个2B 再除以这个-4分之3 再加上1 对对 然后这边要可能要 好 再整理一下 这个是一个A 这个是-2分之3A 那我们就会得到-2分之1A 那分母的话呢 会得到-4分之1 OK 4分之1 那我们月减了之后呢 应该会得到-2A 好 -2A 然后这边也是-4分之1 分母还是得到-4分之1 分子的话呢 2-4分之3 就得到1又4分之1 1又4分之1就是4分之5啊 4分之5B 所以这个4月掉了之后呢 剩下5B 所以呢 这个Q的坐标呢 应该是-2A -2A5B -2A5B 正确 OK 正确 第13题 第13题 是我那个数据好像快快 有人给我拉过来 啊 以至A是1-1 B是-4-5 然后呢 AB延长C 使得AC等于AB乘以3 那也就是AB如果是1的话呢 BC应该就是2咯 因为他要AC是3倍嘛 啊 这样AC是3 这样BC是2 所以他画出来了这个比例之后 啊 这个方如果是用这个方式的话 那他应该就是用文学版的方式了 -4呢 会相等于2乘以1加上1乘以X 2乘以1是2了啊 然后呢 再除以2加1是3 432 再拉过去X等于-14 过后呢 这个 B是5啊 这个5呢 OK 就会等于1乘以Y加上2乘以-1 所以是-2 再除以3 355 拉过去加 4等于17 所以Y等于17 这C点呢 是-14 17 very good 啊 所以感觉上啊 文科班的方式呢 已经熟练了 啊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不熟悉 那个文科班的方式呢 你就用回那个文科班的方式 好 来挑挑大路 第14题 像这个的话呢 呃 这里 OK so 一次A点 是这个 B点 是这个 P内分AB 1比2 那你用Landa的方式呢 这边内分嘛 就是1比2嘛 那这个1比2就是2分之1 就是你的Landa了 OK so他要找P的话 可以用2分之1 乘以3 再减1 再除以2分之1加1 对不对 所以这里啊 我们有2分之3 减1 得到2分之1 可以得到2分之1 那分母的话呢 2分之1加1 得到2分之3 2跟2月减剩下3分之1 对啊 这个也是3分之1 过后呢 过后呢 啊 Y的话呢 有2分之1乘上这个不1 乘上终点 再加上这个5 再除以2分之3 所以 -2分之1加5的话呢 就是4又2分之1 4又2分之1的话呢 就是2分之9 然后呢 分母的话呢 我们有2分之3 对不对 2分之3 2跟2月减9分3 月减剩下 一个分之3 好 所以答案是3 P点呢 就找到了 3分之1 3 OK 这个就是我们 李克班的方式了 下来的就是 他讲说这个X头上有一点Q呢 他内分AB与M比N 那M比N又会说到多少呢 那因为他的X头上嘛 X头上Y等于0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讲说这个Q点啊 我不知道他前面是什么 但是他后面Y等于0 那他Y等于0呢 这个M比N啊 这个M比N哦 是去A这边是M 去B这边是N 好 也就是说呢 我的N要 M要乘以3 如果我算 因为这边前面不懂 我们的这个0是怎样得来 这个0呢 就是M乘以1 所以是负M N乘上这个5 所以是5N 好5N 除以多少呢 除以M加N 除以M加N 那这一个的话呢 M加N乘以0 就得到0了哦 然后呢 这个M拉过去呢 就是M等于5N 然后呢 我们再把N拉过来呢 我就会得到M比N了 应该就会是得到5比1 OK 5比1 那这个方式算是文科版的方式 5比1 看下对吧 不会做了哈 OK 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 有这个0的关系 然后呢 N分之M 如果你用N分之M的话呢 你就是用了0个半的方式啦 也行 也行 然后 你乘3的话好像没什么用 因为我们不晓得它终点 啊 你要去Y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终点X 呃 这个Q的这个X是多少 我们不晓得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要乘这个3 这个3是X的嘛 我们乘这个-E的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边呢 我们 OK 我不讲了哈 我们已经找到5比1了 至于Q的话呢 Q的坐标又是什么呢 我们又用回这个5比1 哎 我用回5比1 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我假设它叫A 这个A的话呢 就是用M 原本M乘3-E 现在M乘3 OK M乘3 3M 当然我的 M直接是5啦 M直接是5 然后M是1 乘上这个4 除以 除以多少 5加1 6啊 啊 5 315 15-1 15-1 14 14 14 除以6呢 就可以越掉一个2 就得到7 所以是7 7 7 也是2 又1 所以你的Q点呢 就是2又3分之1 好Q点是2又3分之1 OK 好 完成了 好 再看一下最后两题了啊 三角形三个顶点 A E C B A B A B 内分为 内分比是k分之1 E B C B B 内分为这个B B 请问E点的B Oh my goodness OK 我先这样子看啊 因为他把A B AB 以这个K分 应该是K分之L吧 K分之L 呃 呃 So B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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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2加上这个X1除以1加K分子L 还有K分子L K分子L乘上Y2加上Y1除以1加K分子L 所以这个D点就找到了 D点又是DC内分成这个比例 这样这个D点就会是K加L分子M乘上终点C就是X3 再加上前面的这些KLX2加X1 给除以 所以这个K加L分子M加E 然后它有D分 我感觉上它好像有D分 我看一下 就是说它 它这一边有整理过 这边有整理过 它的D点有整理 进行整理的话就会得到K乘上去 K乘上去就是LX2加上KX1除以K加L 我大概是这样子 而且跟那个文科班的分比公式很像 OK 所以Y我就不重写 好吧 Y我就不重写了 因为Y差不多类似的东西 一点的话呢 我们再写一下 它是K加L K加L分子M乘上终点X3 然后加上这个LX2加上KX1 再除以K加L分子M加E 这个值通分的话 这边应该是K加L 因为这个要除过来 这个要除过去 这里还是有K加L的 那它一同同样的分母 看到吗同样的分母 所以这个一同分过去 把那个分母给去掉 然后你就会得到MX3加上LX2加上KX1除以M加K加L 所以Y那边也类似 是中字M是乘以3的 X3那边是Y3的 L是乘以2的 然后K是乘以3的 分母都是M加K加L 所以这题 它全是位置数 全部是位置数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难度 这样子 比较不好处理 那在这边呢 它就讲说是由分比公式去推导这个中点公式 我们的中点公式就是说它是 这个 中点公式就是说它是 两个相加除以2 那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我们的分比公式呢 如果是中点的话 基本上你的AP 那个分点叫P的话 AP 除以PB应该就会得到E 你得到E的话呢 就是乘以中点 后面加上E这个起点 再除以E加Landa Landa又是1 所以是2 所以文科班的方式 是M比N是1比1 然后1比1 然后呢 这个是M加N 就是等于1加1等于2 so文科班的方式也是可以追追到这个中点 公式 理科班的方式呢 也是啊 也是用Landa的方式呢 也是一样的 然后Landa为E Landa为E 如果是文科班的话呢 就M比N等于1比1 这样子的 两个方式 alright